民眾出門可能都會順手將冷氣關閉 但屋子裡沒人時 是否也會拔掉常用的電器插頭 有女網友在網上發文表示 租了房子兩個月沒有住 期間的電器都沒有使用 卻產生43度的電 事後詢問房東說是因為總電源沒有關 導致耗電 這也讓女網友好奇是正常的嗎 聽聞一出專家也提醒潛在的吃電怪獸 排名第一的電熱水器 還有常見冰箱電視 也都有驚人的耗電量 不過最讓人意外 平常所安裝的機上盒耗電起來 也是相當可怕 如果不想經常拔插頭又想省電還可以這麼做 將家中燈泡換成LED燈泡 耗電量少能使用更長久 家中不常使用電器可將插頭拔掉 檢查家裡電熱水器將溫度調低一點 日常省電的小撇步只要動動指頭 就能輕鬆審核包 華視音樂水靈真誠健安台北報導 觀眾朋友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們做了嗎 那就是趕快來訂閱我們的 CH52華視的頻道 而且記得喔 一定要幫我們分享 按讚 還要開啟小鈴鐺